大家還記得當年Steve Jobs 由一個牛皮紙袋拿出一部MacBook Air 從此改變了科技界的那一刻呢? 想不到2020年的今天 都會出現一對可以由這個卡片套 拿出來的真無線藍牙耳機 今天就要跟大家開箱和評測 這個在無知平台無道超過4000萬台幣的耳機 Your Bible Card 20 Hello 大家好 我是暴力 我手上這一款Your Bible Card 20的耳機 其實它在台灣的社交媒體廣告打得超級厲害 那它無知其實已經是超過了4000萬台幣 那今天呢它又來到香港了 廢話沒說那麼多 跟過我們的傳統都是和大家一起開箱先 我們這個盒面上面會見到是一個原裝行貨 那可以額外登記就會多了這個3個月的保養 那我們抽出了紙盒之後呢 我們就會見到我們這個Cat 20的充電盒本尊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這個Cat 20的充電盒是非常之薄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跟iPhone的比較就是這樣的 那它充電口的部分就用了Type-C 打開了充電盒就可以直接把這個耳機拿出來 那是非常之小巧的 形狀有少少像以前iPod附送的那個耳機 你看連Google都想試聽一下 跟著看看有些什麼accessory先 首先呢都是有說明書 然後呢就是會有Type-C的充電線一條的 同場街拍這次的Poxy TRF的Crazy Gone and Crazy的EP 是啊一隻這麼小隻的光碟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我們這次開箱的內容呢就是這麼多了 好啦我們箱就開完了 立即呢跟大家開始由它的外觀進行評測 那我拿到的是一個暗綠色的Cat 20來的 那它除此之外呢 它就有黑色、白色和金色的 那我真的不得不說不得不提這件事呢 它這隻綠色真的做得非常非常之這麼帥仔 整個的充電外盒呢 它都是用了一個金屬的材料啦 所以呢無論你是用肉眼看也好 或者你用手摸它也好 你都可以很實在地感覺到 它是一個很紮實的造工感覺的 在充電盒的上面印住了Yo Bible的logo 那而中間呢 你看到它用了一個流胸的設計的 那其實它是可以隨時隨地地 讓你可以很直覺地看到 那個耳機有沒有在充電盒裡面的 以防因為它實在是太小隻 令到你忘記了有沒有放回去 而留下了的 而流胸的部分呢 它的邊邊呢 都是用了這個雷射切割的設計的 而充電盒的開關呢 是用這個磁貼式的 所以其實你單手去到閉盒啊 開它呢 其實都是沒什麼問題的 那它的蓋的位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它用了一個不外露的設計的 那在外面呢 你看不到有個筍位在這裡的 那所以呢 其實你看得出它整個耳機的充電盒 都是充滿了一個設計感的 果然是2020年IF設計大獎 和德國雄點大獎的得獎作品來的 那除了它英俊之外 當然就是它的大小 對啦 整個充電盒呢 它它駁到基本上 你可以放在一個卡片套裡面的 那它的重量呢 都只不過是28g左右而已 就算加上耳機的本體 它都只不過是35g左右 真的非常之那麼輕便的 而打開了充電盒之後呢 充電倉的位置裡面 這裡呢就是塑膠的用料來的 而耳機的本體呢 都是塑膠的材料來的 那所以呢 才可以做到那麼輕便的 這裡呢大家要注意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耳機在你打開了充電盒的時候呢 就會自動和你的手機連線的了 也就是說呢 不需要將耳機拿出來 就已經可以直接先連線的 到你將它拿出來 放進去你耳朵的時候呢 你已經是可以直接使用 直接聽到歌了 而第二件事就是呢 卡20的耳機本體呢 其實它是很像AirPods的那種 即是不會是很深入你耳道的 那種耳塞式的耳機來的 所以在佩戴的時候呢 有一種相對不是那麼紮實的感覺 但是呢 如果你是喜歡戴耳塞式的耳機的朋友呢 你就會很喜歡它了 因為它真的很輕的 而且它又不會插入到你的耳道太深入了 所以呢 如果你不喜歡耳道入耳式的耳機的話呢 那我覺得卡20會是一個非常適合你的選擇 而耳機的控制呢 它是使用了這個震動感測式的控制 換言之是什麼呢 可以大大地減少了輕觸式的誤觸情況 但是我個人使用呢 就略微覺得它不是那麼靈敏的 稍微要用力一點去敲它 你才可以的 那偶爾呢 會令到你覺得耳朵太感受到那種敲打感 就是你會聽到一響響響的聲音 就是如果你太輕輕這樣呢 又不行的 那這個就是我稍微希望它們可以改善的一個地方 而耳機帶上來的觀感呢 就是這樣了 你從正面看呢 其實你幾乎看不到它的存在 幾乎看不到我是戴著了的耳機 所以它真的非常小巧的 那我們說完外觀呢 也是時候說它的內在的了 卡20它是使用了高通的3020晶片 所以它可以達到Bluetooth 5.0 而且它的連接都挺穩定的 那我一樣由屯門 一邊坐巴士坐對銅鑼彎 在巴士上面呢 幾乎是沒有一些很嚴重的斷線的情況 那但是偶爾呢 當然這些側無線耳機都會斷線的 有機會斷線的 輕微一兩下就作所難免了 但是它也是會很快就連接上去的了 而它呢 也是同時可以達到這個低延遲的效果 在看Youtube的時候呢 就是有一種很微乎其微的delay 那因為是高通3020晶片的關係 所以卡20同時也有AAC 以及SPC 再加上也有APTX 那在音質方面呢 我個人就不是太習慣的 因為我已經很少很少使用這種非耳道式的耳機了 它聽起來真的跟AirPods很像的 因為它始終不是一種入耳式的耳機 所以它在隔音效果方面 可以說是完全沒有隔音的 所以這個就是根據你個人的喜好 因為有些觀眾呢 我知道他們真的很不喜歡那些入耳式的耳道式的耳機 那有些呢就喜歡這些是耳式的耳機 有些又不喜歡 那所以這個呢 就好看你個人的需求的決定 那我覺得呢 它聽起來的音質呢 其實就是跟AirPods差不多 那所以我就在音質方面呢 不再作更加多的評論 那卡20呢 其實它就可以達到到IPX4的防水等級 那所以如果你說一般的日常使用呢 基本上的問題是不大的 那但是呢 我就不建議大家在運動的時候使用它 因為呢 基本上這些耳式式的耳機 它只是輕輕地掛在你的耳朵上面的 那你動作幅度大一點 其實它有機會會掉的 那而電力方面呢 耳機充好電的時候呢 可以用到四個小時的 而配合充電盒呢 一共是可以用到二十個小時 那基本上呢 你要應付日常的使用呢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了 那最後呢 我們來測試一下它的通話情況是怎樣 那我現在呢 那我現在呢 就在室外的環境 測試這個卡20的 即防線藍牙耳機的通話質素是怎樣的 那我現在呢 就有一點點風吹過來 那但是呢 就不在馬路邊的 那所以呢 就噪音呢 都尚算是少啦 那不知道大家覺得 這個清音效果是怎樣的 那所有的通話質素呢 就給大家訂閱了 測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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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那我現在呢 就是在馬路邊那邊測試這個卡20的無線藍牙耳機 那聽一下它的通話質素是怎樣的 那現在在高層前 大家可以聽到床風和音 應該呢 因為這個 Steelставля 它沒有一個是 就是主動降噪的效果 所以可能在通話的時候 它那可能是音會比較不好的 那但是呢 如果我們是拿著 左邊的主機來說的話呢 我相信那個音量會比較好些 或你會聽得清楚些些 那儘管呢 留待給大家 自己定そう這一個通話質素是怎樣的 好 測試測試測 測試測 一二三 那好了 那Your Bible的卡20呢 它的零售价是港币888元 我会将更多的资料放在下面的描述欄里 有需要的观众就可以自人去看看 大家记得一定要理性消费 有需要才能够购买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 记得like and share 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旁边的钟仔帮我按一按 你才可以看到第一时间我出新片的那些影片 然后顺手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都有很多用不同产品的story 会分享在上面 大家方便follow我 我们今天这条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